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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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我還沒出口 淚碰到心 倾在天地間 月圓人更清 好远吹好茫芽 好云啊好夕 日子天天过 冬季春来临 苦了一条路 爱恨今夜有意 愿去远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苦了一条路 爱恨今夜有意 愿去远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恨今夜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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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少爷 谢谢你 谢谢 快回去吧 没事 都送到这儿 走走 赶紧进去吧 赶紧进去吧 进去吧 进去 急的 我这儿还有几件呢 干嘛呀这是 不干嘛 既然你心都不在这个家里了 我凭什么像保姆一样伺候你 那洗几件衣服就成保姆了 你回城里上班 也没跟我打招呼 你干什么事跟我打过招呼吗 赵队 那天我说你跟大嫂一样 两只眼睛只看起来 事物不对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那我跟你真诚地道歉行不行 咱就别在一个床上 再分那楚河看见了行不行 你说 你说分就分 你说不分就不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那 那我现在不是 真诚地跟你道歉呢吗 你能不能明天就别去上班了 我给你保证 等农场开起来 我在县城给你开一下 不就完了吗 你管好你自己得了 我的事不用你瞎操心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 别在这儿烦我 我 我在这儿烦你了 对 好 那我走呗 走啊 我走 我走 走走走走走 你声音音 事儿 喂 喂 建平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 租住住这房子的 有事儿啊 你有空回来一趟吧 我找你有事儿 好吧 明天晚上我回去 还有 我想用一笔钱 你明天账上打给我吧 你用钱干什么呀 要多少 五万 明天我就要用 吴秋林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 一点一点从我账上 往外抽钱啊 明天我去拿 咋了呀 咋了呀 我媳妇 不知道犯什么病呢 前些日子 非要把金小姐交给她弟弟 幸好被我老账上拦住了 这不又想什么呢 非要从我账上往外划钱 打什么算牌呢 还能打什么算牌呀 一步步剥夺掉你的权利 他要多少钱呀 五万 你那账上哪有五万呀 早就被咱俩输光了 建平 这马上就要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咱俩好归好 你可不能欠我工资啊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睡觉吧 好 不行 明天我媳妇肯定会来找我 你得想办法躲躲 我来 这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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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来事发工作呀 周建平呢 老板不在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账本拿出来我要看一看 账本啊 被税务局的人调走了 受伤要查账 这儿子 喂 小李吗 我是秋灵 我问一下 我们那个店里的账本 是被你们调出去了 没有是吧 你等一下 你自己听听 没事没事 谢谢你啊 再见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要不就是被老板拿走了 反正我这儿没有 你是经销点的会计 账本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 你不觉得自己太失职了吗 今天账本你必须拿出来 不拿出来我就可以告你 非逼着我报警是吗 早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再奉劝你一句 做人要守好本分 知道分寸 吴秋玲 你啥意思啊 找茬是吧 我哪儿没守本分 哪儿没分寸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被辞退了 你现在是走人 我凭啥听你的呀 周建平才是我老板 现在拿着你东西赶紧走 差多少工资 等金明回来 给你算 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告诉你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吴秋玲 你有啥了不起的呀 你不就一破农民吗 还在我跟前要五喝六的 是啊 是啊 我是一个破农民 可是你别忘了 你是给破农民打工的人 你现在去走 别再让我丢人现眼 去 你了不起 哇 还是呢 真的 吴秋凌 你什么意思啊 咱不说好了 精俗点事你不插手吗 我不插手 这个店面都没了 做生意嘛 那本来就是有赔有赚了 再说了这钱都是我赚的 我花自己钱怎么了 这是你的钱吗 这是我们老吴的许翰钱 你少拿老吴家家务 我爸让你买的准备你买了吗 我爸那么记住你 你就不能长点志气别让他失望吗 你别在这儿鸡蛋里挑骨头 你凭什么把这王彦虹给他辞退了 不是 你跟王彦虹那点事谁不知道啊 谁都看在眼里了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就不怕有一天被我爸 被我爸知道这事 我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我 我 我们就是 就是纯洁的 老板和优秀员工的关系 是吗 拿着你自己看看 这是不是你啊 这是不是王彦虹啊 好啊我求求你 你跟踪我是吧 我又跟踪你吗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谁给你的 这是谁给你的 是不是李少勇啊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吵架的 坚平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咱们俩献平气和他谈谈行吗 坚平 我又怀孕了 怀孕了 什么主事啊 什么主事啊 医院里刚刚查出来的 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咱们这个家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必须跟那个女的分 必须戒赌 不然他画这个经销点我就要收回来 你少来这套 胡秋灵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培训会上那点事 现在跟我说怀孕了 哼 你啊 你就想给自己出轨找点证据吧 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别总拿经销点押我 你要收是吗 收啊 现在就收啊 我还不想干了呢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周建平 好 你 别把你那些龌龊的事 跟这个经销点的事告诉我吧 还有 别像以前似的 耍手段骗我吧 让他一块帮你 你要是说出去 咱俩就只有一条路 好 离婚 离婚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吴秋灵 你是不是早就巴不得跟我离婚 然后跟李少勇那小子重温救梦呢 看什么看死哪子 哼 离婚 离就离吧 我早就想离婚了 二主啊 来来来 坐 二主啊 公司有点事来晚了 没事 我呀 就是好久没见你了 咱俩 喝两口 好 这在啊 二哥 你找我 肯定是因为我妈去你家的事 她回去跟我一说 我就跟她吵了一下 但她是我妈 我拿她没辙 其实你妈这样做吧 我也能理解 毕竟少华欠了这么多钱呢 我找你呢 是想跟你谈谈 你跟少华之间的问题 二哥 你都不知道 我去找她找了多少次了 她就是不理我 死活不跟我回家 要听你这意思 你其实并不想离婚是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那么爱她 怎么可能想跟她离婚呢 哥 你帮我劝劝她 她一个人在外面 我是真不放心 谁放心呢 家里人都不放心 我听少华说 让她留在家里的条件是 要跟我们李家断绝关系 有这回事 我妈那是气话 你说谁生气了不往横里说呀 二哥 只要少华肯回去 我妈那是工作 我肯定会去做的 你说不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就得跟自己的家断绝来往 江凯 你说这事要换作你的话 你怎么想 我替我妈向你们道个歉 不是这个意思 可她毕竟是个长辈 我跟她硬碰硬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少华她不肯认错 我妈更不可能低头 我就像在老鼠掉风箱里 两头受气 我觉得吧 你妈之所以 对少华的误会这么深 其实啊 就是因为那二十万 这几天 我的钱凑对差不多了 我马上给你们家还上 你啊 等我把钱还上以后 赶紧劝劝你妈 让她别跟少华再提那些 不同人情的那些 那些条件 我呢 劝少华 这样一来 我觉得你们俩这事啊 差不多应该能解决 二哥 我听你的 怎么 其实这回啊 你们家伤少华伤得还是挺深的 你看你作为一个男人吧 一方面你是儿子 但另一方面 你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我希望啊 你能处理好这件事 我希望你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 好好地过日子 嗯 好 我知道了 干了 你就听我的 你们以后呢全养孩子 毫子说心里话 是咱们农村那一条发财之处的道 这玩意儿养毫子这东西啊 跟咱养鸡养鸭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技术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呀 是不是幸福呢 你说你们的老头老公 都不少进城里都去干活去了 一年你说也不少认 是不是啊 我儿女的都到沿海大城去 去实现自己梦想 咱们这没什么事 就在家唱着歌扭扭大羊羹 这生活多幸福啊 你再看我 一天又扭羊羹又唱歌 完了呢 我还不一定想养猴子 真是 我这猴子 是听着我的歌声 一天一天长大 在欣赏我的舞姿 一天一天的茁壮成长 我让我的猴子一天一天 是快开心心 快快乐乐度过去 是吧 咱们得老一起喝 天天不能光拉大羊 咱得发家致富 是不是 我这猴子一天 要不听我的歌 不看我的舞姿 都闹醒 吃不饭 你信不信 你看我扭脸下 你看看她什么状态就完了 来 五花马 看好吧 清风奔剑 看好吧 江山无险 看好吧 清南走北 悠悠万事 街路共国自由百姓言 谁咋还跳上了呢 来了 来了 那谁来啦 咋跳上了呢 我这好子一天 听不着我唱歌 看不着我跳舞 跳舞 不吃饭不长 常快长这么好 有事啊那婶子 找地儿呢 找地儿在我 找地儿啊 你桂莱婶子来找你了 桂莱婶子来找你了 找地儿啊 桂莱婶子 找我啊 找你说点事 走咱进屋说去 不用进屋了 就这儿说吧 坐这儿行 啥事啊 我这儿来吧 有点冒失 但是 为我那不招调的儿子 那我也不得不来呀 谁让我是她妈呢 怎么临回闯祸了 不是 她最近不是咋的了 她就说喜欢上你了 你我咋说呀 她都不听 她心里只有你 要不 你替我劝劝她 让她别犯糊涂 婶儿 我知道你来找我 啥意思了 我跟林辉以前 就是合作伙伴 我们就是朋友关系 我觉得您是不是 想多了呀 林辉把她爱开玩笑 她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我的儿子 我太了解她了 这回她不像开玩笑的 你就帮沈子想个法子 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要能帮我肯定帮你 那你说这事 我真不知道怎么帮你 那你要是不帮我这 要是我那小子 他哪天犯起魂来了 他干出啥出格的事 你说我这当妈的 我可怎么办呢 别别别 不是沈子你可你不能 我们两个就是朋友 干啥出格的事 不可能 你 你说是朋友 可林辉她不这么认为呀 那 那您就回去好好劝劝她呗 那行吧 你别生我的气啊 可能也是我多想了 那 那我就走了啊 没事 我理解 那我不送了 沈 好好 好 不是我说你以后能不能 不这么幼稚 我怎么幼稚了 你跟你妈瞎说什么了 让她跟着担心 我妈找你去了 赵丁 不管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我替她向我替她向你道歉 行了 你别说了 以后你也少给我打电话 咱俩除了工作的事 没别人什么可聊的 就这样吗 我 儿子 回来了 你要不要吃饭啊 妈 你是不是去找找底麻烦了 这么快就告状了 这不是 人家没告状 人家是警告我 让我别再去骚扰她 妈 你到底跟人家说什么了 不 我就跟她说 让她以后别上美发店上班了 她本来就已经退出来了嘛 这反复无常的 妈 招地是我请回去的 美发店离不开她 我也离不开她 不是妈 我求你了 以后我的事您能不能不参谎 不能 除非你的招地死心了 以后也不许在我们前说这些混账话 好 不说不说以后 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憋在心里边憋死了吧 你这 你这吃起死我了你 你说 招地她哪好啊 她怎么着 她是个结果婚的女人 这 你就不能找个正常点的 妈不图那女孩子家有钱 也不图她的长相 就图她没结果婚 人平好就行了 妈 出了招地 我谁也不娶 你 你 你别把我逼急了啊 你把我逼急了我 我找她公公找她丈夫说理去我 妈妈妈妈 妈你坐坐坐 您听我跟您说 是我喜欢人家 可人家不喜欢我 是您儿子剃头挑的一头热 可人家没关系 你往自己身上大包大揽干啥啊你 一个巴掌拍不讲 我不许您这样说着地 我 我就这么说了 你 你除非啊 你要死心 你要不死心的话 你就以后别再叫我这个妈了 不叫就不叫就不叫 我 来来来来 你 你电话响了 这就是我通过历史学校 真正的 喂 啥事 真对不起 你说 你好不容易求我一回 我还把事办砸了 我就凑了十五万 剩下的 该怎么能自己解决呀 没事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对了 那个 你跟建平说了吗 看完了 反正我想说的都说了 让他自己想去吧 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 我觉得吧 就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他以前的那些事 你也不能老抓着不放 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 你说呢 有些事 不是想忘记能忘的 少阳 我想跟你说个事 那天我听我小姨说 别会现在暗恋昭地呢 这事你知道吗 你从侧面嘱咐嘱咐朝地 别让他跟林慧在一块 林慧这小的从小就思想心潮 不一定干出什么事来 行 好 我知道了 电视门上好看的 谁打电话呀 吴秋零 你找你啥事啊 没啥事啊 他能有啥事 那怎么我一进来 他把电话给撂了 接着聊呗 你看你 就知道你会误会 秋零老公周建平 在城里有个女人 这不是秋零弄得挺烦的 也没办法 那天怎么在城里边 让我去接他的嘛 建平有女人这事 也跟你汇报啊 啥事都跟你汇报 你俩这关系 你 你跟那 什么事啊 愁成这样 这不是 少华为了我们李家建农场的事 跟他伯爵借了二十万 哎呀 现在 他婆婆对他意见很大 我得赶紧把这钱给他还上啊 还差多少钱啊 我从秋零那儿借了十五万 还差五万 这五万我拿给你 你给我 你不是攒钱要到城里 买大房子娶老婆呢吗 要是被你爸知道 那还不得给我抽筋扒皮啊 你别把我爸老想得跟周八皮似的行不行啊 以前啊 我特别想往大城市的生活 觉得人这一辈子 如果不在这灯红酒绿的地方生活 老在这庄家地里跑土块 那就等于白活 找活得有笨头 有盼头 那就叫活得殆尽 对 有笨头有盼头 才能活得殆尽啊 我跟你说 我那钱要不是拿去投资了 你都不用朝秋零借这二十万 我都能给你 秋零已经给我了 你什么时候用了 当然越快越好了 行行行 那等着银行一开门 我举出来得给你送过去 还有啊 你朝秋零借钱那事你千万别跟招地说 我告诉你 招地可是一小醋坛子 我看你啊不了解你妹妹 她哪是小醋坛子 她就是个大醋缸 二嫂 你今儿进城干啥呢 我们美发店分店开招 今天开业大集业我去分家 你说这林辉这小子 还真有两把刷子 你们今天干嘛去 我婆婆往咱家要钱的事你听说了吧 知道啊 要我说啊还是我二哥有本事 这么快就把钱给我凑齐了 今天啊我们就开往江家豪门 掌我们李家人的志气 还钱走 那么多钱这么快就凑齐了 最近农场不都是来要债的吗 小王 啊 这马上进城了 你婆婆家怎么走来着 第一个路口往左转 然后再过两个路口往右转 再过三个路口往左转 再往右转 再往左转 再往左转 就快到了 你把人都说糊涂了 干脆你就指路吧 你往前面看着点 到哪干了往怎么拐啊 行 你就先一直开吧 啊 好 来 过了前面的路口 先给我停一下 老江 老江 你来 你来 你看你儿媳妇 怎么带着她爹和她哥来了 是不是不想还钱呢 我把门锁上 就当咱们家里没人 我说你啊 你这个人 人都到门口了 你还扯这事干啥呀 开门 妈 我爸来了 妈 开门 我这 开门吧 妈 亲家伯 亲家 快 快进来快进来 等会儿等会儿 那个 把这个套下来 不用了不用了 对对对 一干啥 套上干净 对应该套上应该套上 套上来 我给我吧 来来给爸套上 好 亲家真是吧 往哪边走 这边这边来 坐这边 里边坐 里边坐 这屋真挺好 这这这这这就叫别墅吧 就是 几个屋啊 五六个屋吧 真行 咱脚举架有点低呢 就叫憋屈 别墅就这样 在农村住坏了 宽着坏了 宽着坏了 秋啊 给亲家七户好长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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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你看真不凑巧 我们有事 想出去 你看这个 不耽误你办事 你该干啥干啥 我把钱还了就走 那个 还钱来了 对呀 现在还钱天经地呀 还多少啊 借多少还多少呗 还少了你能干吗 二十万一分不少 再加上半年利息 那都在这卡里面 密码这一二三三二一 亲家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不缺钱 你先拿着用 以后有什么困难 让孩子们跟我说 别瞒着我们 做事就行了 亲家亲家 有你这句话 我就感谢不接了 都愿我这个当爸的嘛 一时不凑手 把孩子给逼着想着这么个招 亲家母啊 我向你道歉啊 事都过去了啊 亲家母你别客气 你想吃什么绿色蔬菜 就上我们那摘去啊 吃奔鸡蛋奔鸭蛋 酒去啊 都自己来下来啊 绝对没污染 别客气好不好 那要不在这儿 不了不了不了 我有事 不不不去面 你得在这吃顿饭再走 不是客气我真有事 对 走走走 不是亲家 不是亲家 你要走走走 别做了 亲家别做了亲家 我刘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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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顾刘顾刘顾 不做不做 你可得常来啊 下次一定在这儿吃饭 好吧 刘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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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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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婆婆把鞋套扔给您的时候 您咋不牛脸就走呢 人家屋那么干净 叫咱套上个鞋套也不为过 行了 不为过真是 住着别墅这大款 对咱这么客气就行了 你们看那有的眼珠 都翻到天上去 还了不得了都了 走走走走走 走 好 还了钱就一身轻啊 谢谢 停车 停车 嗯 停车 不是 干嘛呀 咋不认识吗 叫你们是吧 你们加完油你们该回你们 回你们的吧 我这边走了 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上哪儿就别管了 我也走不丢 行了你别管了 你干啥呢这是 爸 我送你去不就行了吗 帮你注意安全啊 没站着 有事打电话啊 行你们回去吧 怎么回事啊这是 接了个电话 这不就下来了 好像是谁的短信吧 没看见 真有意思 哎二哥 加完油以后去那个超市一趟 走吧 走吧 吃 吃 你别吃啊 你吃东西 我今天试图个大便 干嘛 还喝得来 我也不肯定 你吃 still 我那样 对你吃 红尿 我说我 早伯子 当年哪铺这个呢 迷路是不是 是吧 那回咱们俩进城 头子就跑这河边上来了 记不记得 记得 咱也坐一会吧 好 来 潘多潘里 坐 这么远 这也 这这 咱也不瞅他们 那么远点 坐这 坐吧 坐吧 坐 坐 哎呀 我领你上这儿来 啥意思知道吧 那咋不知道 哎呀 树长粗了 人变老了 可不 几十年了 感情是不也得长点啊 长着呢 这好 这话我乐意听 太好了 长着呢 我给你游个泳 哎呀 你这个老小孩 你可干啥呀 我给你游个泳 你 你抢啥能啊你 我能游泳 我给你游一个啊 水凉 我给你游一个啊 站着 你干啥呀你这 游了游了 哎呀 你过来了 笑啥呀 你我这要跳的 我是看你我落水 你救不救我 你考验我呢 经得住考验了 你这贫呢 年轻那会儿就贫 越来越贫 人老了应该精神点吧 行 行 多足了 那这儿就成啥能呢 你这再过来点 那我下去了 不是 当年水比这多多了 也比这轻啊 是啊 咱俩就坐在那里 还没啊 记不记得 记得 还记得 改啥呢 啥没干 拉手了这嘛你 不是啊 拉一会儿手管啥去嘞 有人了 喂 二嫂 那个 你中午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开夜店里刚结束 我跟店里员工一起去餐呢 现在走 那 你们是在哪儿聚餐呀 白宫大酒店 行 好嘞 我知道了 你挂吧 什么 我二嫂中午聚餐 在白宫大酒店 聚餐 嗯 二哥 这一到秋天这葡萄鸡是迪鹿鹿鹿的可好看了 嗯 嗯 饿了吧 还好 累了吧 有点 要上饭店些的 嗯 进趟城 我咋得请你下次管吧 点好吃的 点着一桌菜 想吃啥点的 我请你啊 这这这 哎呀 女的请男的多站笑话呀 我请你 哎呀 这谁跟谁啊 我请你 谁跟谁我才请你呢 哪能叫你请我呢 哎呀 有人 不是 是 你这 哪来家 我管啥你真是的 来两只海参 哎呀 不贵的 哎呀 这贵啥贵的 记上记上点这海参啊 两把鱼刺 哎呀 你喝点这 不行 不行 吃不了 我请客 我请客 你别听咋的啊 哎呀 你真是请客 一个鱼手自家肉 再来个五分林梅 五分林梅 健身滋骨汤 都是滋骨的 一样一碗 我请你吃饭 咱得拔菜一场 不能浪费啊你这个 不浪费 吃了大包 哎呀你大包呢 来两东西啊 那 那你吃不了 吃没有我大包嘛 来两 他可能丑龙虾过敏 对不起 来来来来来来 麻烦你了啊 我们赶下来吃的啊 哎哎哎哎哎 哎呦 太狠了 喂 什么 下午要开紧急会议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二哥 我得赶紧回单位一趟 那个 我得准备材料去 哎 你把我一人搁这算怎么回事啊 哎呦 你这么大一人了 自己事得自己干呀 我警告你啊 你不准杀回马枪 行了 我还是跟你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行行 今天开业 我离一会仰仗各位 咱干了这一杯怎么样 这是什么话呀 来 咱们一起敬老板 和老板娘一杯 来 祝咱们生意来哄我 来来来 你就跪着点吧 是啊 是啊 走吧你 来来来 祝你们有成人重重建筑 来来来来 敬来来来 来来来来 大家加油啊 我还没出口 我还没出口 你碰到处 你碰到夕 亲在不言处 亲在不言处 真情还真心 为爱朝前走 相知两问心 亲在天地间 月圆人更倾 好远追好芒芽 好远吧好夕 好远吧好夕 日子天天过 冬季传来临 孤乐一条路 爱恨情有意 愿去愿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好远追好芒芽 好远追好芒芽 喜乐一条路 喜乐一条路 黄泽情有意 月圆人更倾好 是一条路 孤独一条路 爱恨几月忧郁 永去远来永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